亚马逊羽龄有种动物,4寸长蛇方便瞬息化蜜,18寸尾巴当被子用。 但蜜蜂遇到蜜熊这种采蜜高手中的高手是,不得不认输,这种大家伙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舌头,可以直接用舌头从花心中采化蜜。 当地人都喜欢称它为蜜熊,经常看见蜜熊倒挂在树上吃东西,把自己的尾巴紧紧稳住在树枝上, 这是因为它的尾巴往往与伸长一样长甚至更长,十分灵活,可以将身体轻松地挂在树上,一点不用担心它掉下来。 不仅如此,这尾巴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,当它睡觉的时候,还会把尾巴当作被子盖在身体上, 它们的平均伸长是50厘米左右,蜷缩起来后被这条约60厘米的尾巴盖住完全不是问题。